爸爸我回来啦 你怎么回来啦 回来啦 我怎么不回来啊 你不是牛逼轰轰的吗 说走了就不回来了 怎么就回来了呢 什么牛逼轰轰呢 我小孩还在这里呢 我不回来 我要去哪里啊 那谁知道你啊 你不是说你走了就不会回来了吗 我爸说的一点都没做 你还是会回来的 没有我们不行是不是啊 那像你家这个样子 谁受得了吗 谁也受不了啊 不就打了你一巴掌吗 我爸说话的时候你不要顶嘴他不就不打你了吗 那老人说不对 那我顶嘴很正常啊 再怎么样也不能打我这个女婿吧 他不对 他不对那你也不要说啊 那我作为一个上门女婿来你家就 可该被你家欺负吗 对啊 上门女婿都这样子的 谁让你吃我家住我家呢 是吧 你还不舒服 你继续走啊 你还有没有为我们的婚姻着想 为小孩着想啊 我要给小孩一个完整的家 你怎么老是叫我走走走 你看那你家上门就是这样子 早知道啊 就不娶一个上门的人 我就早就不做上门女婿了 你做不了你可以走啊 又叫我走走 我就说我离不开小孩 我看你是在外面生活不下去了吧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我是男人呢 男人到哪里都能生存啊行吗 我随随便便去给别人洗车擦鞋 我都能养活我自己 你能生存那你回来干什么呀 那么厉害就不要回来啦 老婆我说你能不能不要那么强硬啊 多问一下我们小孩找想行不行 又给他一个完整的家 要不你跟我出去住房子住吧 我们不跟你爸妈住一起了 你搞笑啊 你是上门的你还要出去住 那我爸妈怎么办啊 我上门的也可以出去住的呀 上门的就必须要跟你爸妈一起住吗 我要照顾他们啊 他们现在还能动还能干活 是吧 还能自己做饭吃 就不需要我们等他们动不了的时候 我们再来照顾他们就行了嘛 这也是上门女婿嘛 走不走 走不走 不走 不走 你为什么要留在你家啊 留在我家 嗯 好啊 有什么好的啊 我爸妈做饭 我就颠颠挡着等我爸妈做饭给我吃 我干嘛要出去吃苦啊 我们俩出去住房子住啊 我们带着小孩一家三口 这样子就可以其乐通通了嘛 来你家 就把我看作是外人 总是各种欺负我 鸡押我打压我啊 嗯 走跟我出去出发上书版好不好 我不去 你不去 我跟你爸妈生活不了啊 你就为小孩着想啊 生活不了那你也忍着呗 你也要为小孩着想啊 我离不开我爸妈啊 怎么就离不开嘛 现在他们都能自己干活 是吧 等他们 动不了的时候 需要人照顾的时候 我们再来啊 就行啊 那你就 再忍忍啊 我可忍不了 啊 上门的去有谁能忍你家这样子的啊 能忍的人多了 不拿人当人啊 要是把我当人看一点 我都不会走啊 我也不至于出去啊 我现在回来都完全就是为了小孩 为了你 行吗 离婚了对你也不好 怎么不好啊 我有我爸妈养 是离婚对你不好 不是你爸妈养你就好啊 别来忽悠我了好吗 你要走就走啊 我家有你没你都无所谓啊 我说你怎么这么不开窍啊 怎么带小娃娃 是要带小娃娃出去 出房子住了 走 去不去 不去是吧 那我自己有房子干嘛 要出去租房子住啊 你捡多你你拿给我呀 那我自己带小娃娃出去租房子住 你想我们了你就去吧 你不想有无所谓 反正我就想小孩 我要给小孩一个完整的家 过来爸爸 过来爸爸抱你 走 我们出去了 走跟爸爸走 走老婆 对不起 不去 不去 不去我真的是 走 嗯